新北十定今天只有15.1度创下入冬以来新低的记录 很多人间一早冲豆浆店喝肉豆浆暖暖味 晚间开水随着银杏台风逼近 外围云溪还有东北季风交互影响之下 预估银风面市越晚雨浆越大 羡慕豆浆开盖热气蒸腾 豆味浓厚顺口飘散独特烘焙香 搭配现煎蛋饼卢博糕以及手做烧饼 吃下度暖心又暖胃 7号迎接24节气立冬 北台湾一早天气又湿又凉 老子靠豆浆店有人炒 东北季风发威之下 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 雨室一阵阵气温逐渐下降 7号平地最低温出现在新北十定 只有15.1度 创下入冬新低记录 不少民众已经出动毛衣汉雨容外逃 第一波东北季风带来的冷空气比较强一点 白天的话北部跟东北部还是持续比较偏凉 高温大概在22到25度 那中南部地区的话 白天的高温还是有接来到29到30度左右 周四白天东北季风影响最明显 东北部水汽多 晚间开始随着银杏台风逼近 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 将替北部东半部带来局部较大雨势 到了周六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才会回升 不过下周一开始 也有另一波东北季风再增强 预估被北季移花雨势将明显增加 未来的话大概会从巴士海峡的南侧这边 逐渐的通过 然后之后到进入到南海地区 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还是比较偏低一点 所以未来的话台湾大致上 还是比较偏向以东北季风为主的一个天气形态 冬天真的到了 立东进步 外出暴难 玉卡恩也得做足 记得作者一声台北桑罗